接下来我们来画1-04.1这一个零件 这个零件如果看这个外形的话 其实觉得有点点复杂 但是它不会很难 我们先看一下 它是一个直径62的圆 长厚度是5 3.5 1.5是不是10 这样整个厚度是不是10 然后中间这边挖一个圆形的环 直径是51 它是靠近前面这边 然后再挖三个螺纹孔 有没有看到这有一个M4的螺纹孔 螺纹孔的中心点 有没有看到这中心点 中心点有没有看到这有一个直径56 所以中心点距离这个圆形是56除以2 就这样而已 所以不难 但是现在有一个地方比较麻烦 你要看清楚 这一个凹槽它是靠这边还是靠里面 是不是靠前面这边 因为它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是不是颠倒 好啦那开始画了 做一个槽图 新的body新的槽图 选前示图 XZ平面 那么第一个最大的这一圈直径是62 厚度是10 所以先画一个圆 直径62 62除以2 直径62 关起来厚度是10 这样这个做好了 有看到吗 我可以其实连里面的洞都一起画的 直径48我这个一起做好了 那我如果连直径48都要一起做的话 再重新编辑这个草图 再画一个圆直径48 因为它的形状比较简单 我不用再另外最后再挖 我可以现在就挖了 这样OK吗 那这个东西画好之后 接下来里面这一个凹槽 我现在选右四图 做一个草图 YZ平面 然后弄城市线宽模式 这个请你注意一下 你要拉一个 长长的一个矩形 它这边是不是直径51 直径51是不是半径51除以2 所以这边 按I 51除以2 还没有玩 它跟这个边啊 它跟这个边是不是1.5 跟这里是不是3.5 跟这里是不是5 我们看哪一个比较好对 就对哪一个嘛 是不是跟这里对这个 是不是5 比较好对 这个长度是5 然后 这一个的宽度是3.5 这边再选一个宽度3.5 按捏 是不是完全拘束了 僵尸完全拘束 Close Close之后斜45度角 我怎么用竹筒啊 我还没有用竹筒哦 Close之后 斜45度角来看一下 我用这一个工具 扫一圈 扫水平草毒肘 这个工具我们比较少用 我们通常是长一圈嘛 扫一圈的比较少用 所以这个工具你要熟哦 这样扫完之后来看一下竹筒 有没有看到这个凹槽就画出来了 到这边可以做一件事啊 你有没有看到它所有的地方 都有倒一个小小的 不小心是斜角还是圆角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边可以先做这个 这个哦 先选这一个东西起来 然后导一个小小的 这导得出来吗 0.1 不小心导得出来 导不出来 诶有 0.1 这样可以吧 因为它这个不是很明显啊 可是有看到书有导出来嘛 我们就导个0.1好了 意识一下 接下来选前世图 做草图 画三个圆 第一个圆在这里 第二个圆 第三个圆 然后这三个圆呢 它是基于一个直径56的圆 圆形是不是在它上面嘛 我们先把这三个设为相等拘束 按1 半径都给个1就好了 然后再画另外一个圆 这个圆的直径是56 选它按R56除以2 然后这个圆跟它重叠 这里跟它重叠 这里跟它重叠 啊这个没有写 其实这边就是120度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再画另外一条线 点它 到这个中心点 点这个中心点到它的圆心 好点完之后 这边到这边的角度 KA120度 这一条线到这里的角度 KA120度 这样是不是完全拘束了 现在图调整到完全拘束之后 我要修一下 这一条线是参考线 选这条线选参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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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是不是那个参考线的部分 我们都做出来了 做出来之后按Close 现在请你用孔的工具 一样画ISO 这个是多少 M4 所以画成M4的螺纹孔 螺纹建模更新 这样这个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存起来 啊 哦 等一下还有一个洞 没关系 然后现在按OK OK完之后底下还有一个洞 是直径7 而且挖贯穿 那这个很简单 先选上市图 做一个草图 我刚刚应该用一平面对称了 没想到 没关系啦 没想到就算了 我没有注意到那个地方 然后画一个圆 直径是7 这个选这个按O 然后它距离这个的点是5 这个圆心距离这个点是5 这个实在是太难看得到了 好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当初没有想好 不然刚刚涨这个厚度 应该是一平面对称啦 对不对 好吧那怎么办 Close哦 没关系 现在这个有没有哦 点两下 一平面对称 OK 等一下 哇 吓死我了 我想说它闪退 闪退就好笑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里 这张图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一平面对称 这个其实就跑出来了 然后那一个冗余 删掉 是不是还是可以改回来 是不是可以改回来 那改回来之后 OK宽没了 看一下 OK 看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 不要做错 做错了就很麻烦 调整一下 我们现在刚刚那个模型 选那个线框哦 刚刚模型先按这个 配的叫出来 是不是在这里 对不对 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调整一下 这个的话 删掉 是不是要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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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它是靠这边是1.5嘛 所以我现在做参考线出来 这里 做参考线出来 这个点到这边的距离是1.5 好1.5 然后 人路这里 好 close 最好是第一次做就做对啦 你没有想好的话 后面改是不是就很麻烦 是不是好不容易修回来 修回来之后 这个东西就挖洞 我直接挖贯穿 看到吗 所以你看它这个形状 是不是跟你看到这个形状 长得很像 你知道吗 那你再看一下 写45度角来看 这样 完全贯穿嘛 好 OK 按右键 给个颜色 这个我们是给中空的颜色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绕在外面 好 那么这个题目是1-04.1 存起来 1-04.1 Save 这样这个题目就做好了